煉火先開的幾宅都到了 中興新村路邊的煉火每年都開得很漂亮 平常使得有民眾來這裡收火 教主不加急 是去飲料麻麻的人條來這裡欣賞 這個煉火大概都在五千節 後來後來就開始就有了 拜六個禮拜的時候人還有很多人來增加 來這裡看煉火的人 從台中來 從台北來或是說放假 從外地來的也很多 當然中興新村是因為沒有天氣 沒有什麼汙染 所以大家來這裡欣賞這裡 我也覺得大家都很輕鬆 今天就是上班日 也有民眾來這裡散步欣賞 在明月和斯萊芙也來這裡外島 因為第一日連火開火 就每天都來到這裡外島 想要好花中連好的水 用外族流下來 從這個中興的核花的第一朵 開始開發了 可是我就已經在這邊 每天你感覺到哪裡不一樣嗎 外島人每一圈都會有新鮮感 對 都有臨場感 去年的時候 這些蓮花再重新又被外國 所以今年你開這個蓮花 就比較慢時間 其實還好啦 目前的開發 外面有幾個址 三、四址都沒有開 那就是因為有電鍵外國 沒有這邊這裡都有電鍵 所以你現在所看到的 這邊這裡都有新鮮感 有後面這三個都有新鮮感 像這種 你說天氣大家都鮮熱 但在火花池裡面 是一種最高級的享受 因為去年有優秀過蓮花在 今年的蓮花都開得慢 民眾都感覺有但沒有苦笑 但是整體來說 也是開得很漂亮 無憑處的民眾 可以把握機會來吃巡迴 記者五月麥 蔡鳳報道